一輛公車出站 另一輛緊跟在後 再熱鬧的板橋公車站 滿滿的公車靜靜出出 排著隊消化人潮 除了板橋公車站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 是板橋的轉運站 這兩個地方統稱板橋雙站 可以看到也是有很多的大型車輛 在這邊靜靜出出 而為了要降低移動污染源 對環境的負擔 在1月25號的時候 板橋雙站將會列為 空氣品質維護區 所有進入到管制區的大型車輛 都必須要有優等 或者是優等以上的標章 才可以進入 透過智慧車牌辨識系統 路邊攬查等機查方式 加強管制行駛於板橋雙站支 柴油大客車 加速太舊換新 同步增強大型車輛 定期檢測壓力 不合規範者最重可處6萬元 會繼續擴大 例如像台北港的 空氣品質維護區的範圍 第二階段大概也會針對新北市的工業區 因為工業區裡面也會有非常多的柴油大貨車 我們發現到不管在PM2.5以及 氮氧化屋上面它都有相當一個程度的減量 所以我們預期在長期來看的話 它的空氣品質應該會有比較好轉的情況 加速著手空污棘手問題 尤其台灣82個鄉鎮市區 在過去4年的11月至隔年2月 平均PM2.5最高濃度皆超過35維克 高於聯合國標準 且全部集中在彰化線以南 而平均濃度高達40維克以上的空品重災區 包括了雲家南與高坪地區 原因不外乎燃燒電廠石化業等重工業 越南邊越密集的程度 再加上氣候與地理條件 從分布圖來看 更有一屆人士直言 北台灣是空氣富人區 中台灣是空氣平民區 過了彰化之後 便開始進入空氣窮人區 克力比較大的話 事實上是可以被我們人體所過濾的 那你克力很小 是可以直接被我們人體吸收 那這種所謂的PM2.5裡面 其實有一些化學物質 有重金屬 有一些微生物 有細菌 黴菌都在裡面 如果長時間接觸 當然有可能會造成癌症 現在我們知道很多非腺癌 大概就是跟這個有關 那短時間可能就是引發一些 我們小朋友或大人的一些過敏反應 特別是氣喘 我每當這個空物的情況變嚴重的話 大概門診的過敏的病人 大概會增加兩到三層 細小的空氣懸浮物 直接穿過肺炮進入血液當中 隨著血液流動散布至全身 尤其PM2.5 遭已被世衛組織 與香菸並列為一級的致癌物 不只會造成死亡率低的肺癌 國內十大癌症 包含了肝癌 大腸癌 胃癌等 都與PM2.5脫不了關係 而心臟病 中風與氣喘的發生率 也都會隨著PM2.5濃度增高 有顯著上升 可能如果你現在空屋品質不是很好的話 那我們盡量就希望躲在室內 拜在室內 那你若在家裡的話 我們像過去以往 我們大概就接你裝一個廚師機就好了 可能還要再準備一台空氣清淨機啦 解消使用化石燃料 其實這兩個問題 無論是空屋或是碳排放的問題 都可以一併的獲得解決 那要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其實因為現在台灣已經承諾2050淨排放了 那我們也非常期待行政院在近期 會提出淨機排放的路徑藍圖 從大陸境外輸入 移動交通污染源到工業生產 每個環節都不能輕忽 不讓一個台灣連空氣都有貧富落差 提升環境空氣品質刻不容緩 TV新聞 華正森 陳文岳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油萝卷 哇 超有問題